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书谷,祝大家愉快地聆听每一期的读书内容。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边水往事》,作者沈兴兴。 他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记载了自己2009至2010年在东南亚某国的非法务工经历。 在此期间,他见到了形形色色的边缘人和不法分子, 比如赌场服务生、情报贩子、妓女、伐木商、黑帮、毒贩等等。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由这些人的悲惨经历和血腥残酷的死亡构成。 这些故事最初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国内一个非虚构平台上, 随后被整理成12个章节成书出版。 在连载的版本里,作者明确告知,他务工的地点就是缅甸, 就在金三角,也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毒品产地。 不过,可能是基于某些考量,在出书的版本中, 这些现实地点都被模糊处理了。 缅甸被换成了缅邦,金三角被换成了金边坡。 一些真实人物和相关背景,比如大毒枭、诺康、昆沙等, 也进行了弱化删减。 我们接下来的讲述中,一切称呼都会依从成书的版本, 但你别担心,这不会影响相关人物故事。 其实我们知道它的实际发生地是在金三角,就足够了。 好,在讲其他人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说说作者沈兴兴的故事。 好端端的,他为什么会冒险到那边打工呢? 在本书的第一章,他就交代了相关原因, 倒是非常简单直接,就是为了赚一笔大的。 出国之前,他在一家小额现代公司上班, 主要工作是收贷,他干得还不错,很快成了老板的亲信。 老板叫霸子哥,霸子哥的老板叫四爷, 两个人都带一些黑社会背景。 有一天,四爷和霸子哥问他想不想发财, 表示有一个机会很适合他。 原来,四爷是做金边坡边水生意的, 所谓边水,说白了就是运送物资, 大体上属于物流业。 但是四爷的服务对象有些特殊, 不是别人,正是金边坡大山里制造毒品的毒贩。 这些人干的是非法勾当, 可能一辈子也不敢走出大山, 所以需要外面的人把日常需要的生活物资, 比如饮料、零食、药物之类的专门给他们送过去。 这一行利润很大, 毒贩子不缺钱,但是没有花钱的渠道。 所以在金边坡,一包薯片50块起步, 一瓶可乐可以卖到100块人民币。 现在,拉货的人出了点事儿, 需要另一个人顶上, 四爷和爸子哥认为沈星星比较合适。 沈星星听完,第一反应是退缩, 但面对四爷和爸子哥直勾勾的眼神, 再加上金钱的诱惑,他还是同意了。 然而刚到达邦,他就遭遇了一场抢劫。 由于走路撞到了一个男孩, 他最开始是按照国内的礼仪向对方道了个歉, 结果这句对不起反而向对方传达了错误的讯号, 让人以为他软弱可欺。 很快,他被几个人围了起来, 他连忙拿出10美元,想破财免灾, 却进一步犯了错。 对方眼睛一亮, 发现这个人不光软弱可欺, 而且都利用钱, 于是一哄而上, 把他抢了个干净。 他被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 在这种地方, 人是不能随便道歉的。 这是个什么地方呢? 作者用了四个字形容, 穷、破、狠、凶。 放眼望去基本都是破旧的砖瓦坊黄泥露和牛粪, 当地人看见他脸上显露出来的只有厌恶和冷漠, 所以一下车就让一群15、6岁的小青年抢劫了, 倒也并不稀奇。 好在很快, 他就和街头人碰面了, 对方叫猜叔, 是金边坡的业务负责人, 也就是沈猩猩的直属上司。 休息了几天后, 猜叔带来了几个人, 告诉沈猩猩, 这就是之前抢你钱的人随便打吧。 沈猩猩其实早就把抢劫者的项目忘了, 但要是不打, 他怕显得自己太怂了, 于是把人打了一顿, 这件事算了结了。 猜叔给了他一辆车和两把手枪, 沈猩猩的金边坡送货之旅就算正式开始了。 在下面的内容里, 我们就从他的视角出发, 来看看他在金边坡遇到了哪些人和事, 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会挑选其中最精彩, 最有代表性的几个来重点讲述。 某天, 由于上游出货渠道遇到一些问题, 沈猩猩获得了一段休息时间, 猜叔也有了空险, 打算带他到金边坡的核心区域见见世面。 那个城市叫大祈礼, 比达邦繁华, 有宾馆, 有赌房, 有妓院。 猜叔安顿好他就离开了。 沈猩猩一个人在街上闲逛, 走着走着来到一个没有门牌的小店, 一个穿着朴素, 面无表情的女人坐在塑料凳上, 与四周花花绿绿的当地女人形成鲜明对比, 这引起了她的好奇。 走进去一看, 发现里面还躺着个瘦弱憔悴的男人。 沈猩猩很紧张, 以为是专坑中国人的黑鸡院, 下意识要掏枪。 但门口的中国女人忽然问她, 你是中国人吧? 一国听见相音, 使沈猩猩的沈金方松下来。 在下面的时间里, 这一男一女给沈猩猩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二人是一对温州的小夫妻, 男的叫张琪, 女的叫孙锦芳, 都是9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 像当时很多大学生一样, 两个人一毕业就找到很好的工作, 通过相亲认识, 并且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迅速成婚。 可是两个人生活观念差距颇大, 孙锦芳嫌弃老公不爱干净又不懂浪漫, 结婚不到一年, 二人就打算离婚。 但一次意外怀孕, 把他们的离婚计划无限期推迟了。 一年后孩子出生, 是个男孩, 取名叫丑仔, 这让双方家庭都十分满意。 尽管后来两个人先后出轨, 但因为孩子, 离婚的念头淡了一些。 就这样, 两个人度过了六年。 谁料2007年初, 孙锦芳带着丑仔外出买零食, 一个不留神竟然把孩子丢了。 这一下子把刚刚稳定下来的生活彻底击碎, 双方家庭像疯了一样满城搜寻, 却始终一无所获。 那段日子孙锦芳自责不已, 他叫老公张琪打他, 张琪不愿意, 而是把痛苦发泄在自己身上。 张琪每天要喝一斤白酒, 喝醉了就自残, 拿脑袋撞门, 用烟头烫胳膊。 就这样痛苦了三个月, 在亲戚们都劝说 让人放弃再生一个时, 两个人决定, 无论如何也要把仇宅找到。 张琪出身贫寒, 从小迎着生活重担, 硬生生靠读书闯出一条路。 在他的认知里, 任何坎坷只要努力, 最终都会迎刃而解。 他们夫妻把工作辞了, 房子车子都低价典当, 换了一辆二手陆寻, 然后以温州为中心, 向四周扩大搜索范围。 他们在各个城市里贴寻子广告, 添加了无数个寻子护助群, 那些丢失孩子的父母都在群里相互鼓励提供线索。 渐渐地张琪夫妇了解到, 原来中国每年都有那么多孩子,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丢失, 对这些人接触的越多, 两个人就越发感觉希望渺茫。 后来两个人已经变得麻木, 可以一整天不说一句话, 只是沿着高速公路开车, 一个站口挨一个站口贴广告。 每晚睡前, 他们就会把地图摊开, 每寻找一个地方, 他们就在地图上画一个圈。 但是这些圈似乎永远也画不完。 一年后, 二人在亲友的轮番圈说下, 决定停止寻找丑彩, 回归正常生活。 他们重新找一份工作, 开始过朝九晚五, 健身锻炼, 和朋友吃饭, 看电影, 打麻将的普通生活, 绝口不提儿子的事情。 然而三个月后, 两个人突然扔下一切, 再次踏上了寻子之路。 有时候, 有一类人就是衡量所有利弊之后, 反而选择一条最难走的路。 又找了三个月, 还是养无音讯。 一天, 在一个电线杆旁, 两个人突然崩溃, 歇斯底里打了一架。 事后, 两人在宾馆的床上互相涂抹药水。 孙警方想放弃, 但张奇依旧执拗地打算继续。 不过, 接下来他们准备换一个思路。 张奇认为, 想从人贩子手里把丑仔救回来, 就不能以父母的视角想问题。 他们应该打入人贩子内部, 通过破获人贩子关系网锁定孩子的位置。 于是两个人开始扮作乞丐。 乞丐是最熟悉当地情况的决策。 人贩子偷孩子, 经常和乞丐联合作案。 急经辗转, 他们终于打入了一个人口买卖团伙。 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组织, 对新成员有入伙考核。 说白了就是那一个同名状, 想入伙, 新人必须先拐卖一个人口。 这让两口子犯了难, 他们只想通过地下关系网找孩子, 没想过真的变成人贩子。 可是箭在弦上的关头, 机会稍纵即逝, 他们已经试过了所有办法, 万般无奈之下只好铤而走险。 第二天他们决定入伙, 条件是不偷小孩, 只卖女性。 晚上, 两个人选在一所大学附近, 组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老手打配盒, 他们挑中了一个女生, 先有老手从黑暗处窜出吓一下他, 然后再有孙锦芳出面, 把女生骗上车。 没几分钟, 女大学生就被捆住手脚, 让组织的人接走了。 此后张琪夫妇正式成为了人贩子, 开始在四川、湖南、贵州一带流窜作案。 因为业绩突出, 两个人地位很快攀升, 随后他们又回到温州 访查丑仔的消息, 有了人口贩卖组织的关系网, 两个人终于打探出一些端倪。 一个乞丐说, 在丑仔丢失那段时间, 一伙广西口音的人贩子来到温州。 张琪夫妇很激动, 因为人贩子一般不会在家乡犯案, 这伙广西人可能正是自己要找的。 他们要到了那人贩子的联系方式, 打算引蛇出动。 二人打破禁忌, 拐骗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然后告诉广西的人贩子自己有孩子要出手。 经过几番试探, 终于带来一个男人来娶孩子。 张琪趁其不备, 抡起门棍, 放倒了对方, 把小女孩丢在派出所门口后, 父亲二人把人贩子拖回了房间, 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 当晚就问出了线索, 丑仔被卖给了云南一户人家, 两个人赶忙搭乘最早的班级赶赴云南, 却不曾想, 那户人家从事的是二手生意, 丑仔根本没留在云南, 而是被卖到了境外, 也就是充满了战乱、 毒品和罪恶的金边坡。 2009年1月, 张琪夫妇来到金边坡, 搭了一辆黑车前往大骑立。 刚一下车, 司机就叫来一帮人轮肩了孙锦方, 然后给张琪进行静脉注射, 确保他百分百染上毒瘾, 最后强迫孙锦方卖淫。 2009年5月, 沈兴兴遇见了这对荀子的温州夫妻, 女的面色无光, 男的胳膊上布满针孔, 聊了十几个小时, 他们的故事讲完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沈兴兴重回大骑立, 故地重游, 她发现张琪夫妇已经不在, 那里只有一个缅邦女人。 沈兴兴问, 原来的那对夫妻还在吗? 缅邦女人不耐烦地说, 死了。 沈兴兴没有问为什么, 也没有问是怎么死的, 就是嗷了一声。 因为这样的故事在金边坡每天都发生。 2009年8月, 沈兴兴又遇见了一个女人, 她光头, 颧骨高, 眼睛小, 名叫刘金翠。 在一个台球厅, 两个人因为都认识明哥, 所以熟络起来。 明哥是猜书的结义兄弟, 也是搞人口贩卖的。 刘金翠曾经帮明哥管过厂子, 也就是负责看管姑娘。 相见几次之后, 刘金翠对沈兴兴讲了自己的故事。 她出生在国内的一个区县里, 小学辍学后在家务农, 那段时间刚好有一批大学生前来支教, 刘金翠爱美, 也爱长得好看的城里大学生。 很快, 她跟其中一位支教老师好上了, 不顾家人劝阻, 跟随对方离开了家乡。 结果那个大学生染上了毒瘾, 钱不够花时, 就转手把刘金翠卖给了当地一户农家当媳妇。 刘金翠遇人不输, 几次试过逃跑, 可惜都被抓回去, 每次都是一顿暴打, 小腿骨都打折了。 就这么过了两年, 由于刘金翠一直没有生育, 就被再次贩卖, 这次卖给了金边坡的黑户, 价格是八百块。 提起八百块, 刘金翠恨得咬牙切齿, 沈兴兴问为什么? 刘金翠说, 她第一次被卖价格就是八百块, 两年过去连价格都没涨。 这家黑户一共父子三人, 黑户在金边坡很难娶到媳妇。 刘金翠在这家待了三年, 先后生了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在血缘上属于不同的父亲。 在金边坡, 女人只要生下孩子, 家庭的注意力就会被孩子吸引, 对姑娘的警惕就会降低, 因此刘金翠找准机会从这家逃了出去, 出逃的理由却很奇怪。 她告诉沈兴兴, 因为衣服, 在内户人家他们从不给她买新衣服, 连过年也在穿旧衣服, 所以刘金翠独当一面后, 每天都要穿新衣服。 最开始她身无分文, 只能当妓女谋生, 在大齐历, 连妓女也是竞争激烈的勾当。 刘金翠相貌平平, 生存日益艰难, 后来她想出办法, 就是要搞特色包装。 她索性把头发剃光, 完全和同行区分开来, 结果居然生意兴隆, 尤其很多欧美人觉得她有个性, 愿意花大价钱捧场。 两个月后, 刘金翠就搭上了明哥这条线, 争取到一个看管姑娘的差事, 不用再卖身了。 这期间她回了一次国内的家, 但很快又回到锦边铺, 她用沉默跳过了她去而复返的理由。 可能多年的坎坷经历 已经无法使她再回归正常生活。 她彻底加入了明哥的行当, 开始做边境新娘生意。 这一行是针对女性的人口贩卖, 即把东南亚姑娘骗来或买来, 再卖给山沟里那些农村光棍当媳妇。 不过在这种非法产业的持续盘剥下, 可贩卖的姑娘越来越少, 刘金翠搞不定货源, 只能从偏门下手。 所谓偏门, 就是培养一批好看的姑娘重复利用。 人被买家买走后, 待一段时间找准机会再逃回来。 刘金翠给姑娘一笔钱, 休息一段时间找其他买家再继续买。 刘金翠还会给姑娘们培训, 帮助其快速取得丈夫的信任, 比如主动做饭, 主动做家务, 平常绝不说自己想家, 学习一些当地语言, 把喜欢你我很开心等话挂在嘴边。 刘金翠对这些姑娘手段很强硬, 不听话就关起来, 几天不给吃喝, 等待被贩卖的姑娘除了参加培训, 还要接客。 从前, 刘金翠是被卖的那个, 而现在她变成了贩卖者, 她正在把自己的悲惨遭遇 复刻在其他女子身上。 2010年元旦, 刘金翠来找沈星星, 两个人一起逛街, 一起喝奶茶, 共同度过新年。 喝完奶茶, 刘金翠轻声说了声谢谢, 她说自己很多年没有过新年了。 这时, 一个人从后方大叫了一声, 刘金翠! 听到别人叫自己, 刘金翠转过头去, 一个有黑的男人快步走过来问, 你叫刘金翠? 她下意识地应了一声, 然后就被男人扑倒在地。 男人掏出一把小刀, 在刘金翠脸上狠狠划了很多刀。 沈星星在旁边被吓呆了, 刘金翠哀嚎着, 手脚踢动着, 脸上的伤口迢迢站开, 露出鲜红的肉块, 鲜血流了一地。 事后沈星星才得知这是寻仇。 那男人是个买家, 从刘金翠手里买了新娘, 结果新娘正好是刘金翠设下的片门, 他们事先串通好, 新娘某天趁男人不备跑掉了。 在拦阻的过程中, 男人老娘的眼睛被戳瞎, 男人的孩子也被逃跑的新娘一并拐走, 于是这人来找刘金翠报复。 大半个月过去, 沈星星去医院探望刘金翠, 她很自责自己没能及时拦住行凶的男人, 刘金翠满头纱布, 看到沈星星只从嘴里吐出一个字, 滚。 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见过面, 这就是金边坡, 人和人之间很难建立长久的联系, 他们只拥有现在, 无法拥有未来。 很多年后, 只有那个活着的人有资格回首过往, 收敛这些苦难的回忆。 沈星星说, 在他的金边坡回忆里, 还有一个苦难的缅邦老人, 那是他当时的邻居。 老人的母亲是中国人, 父亲是缅邦人, 但他的长相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 高颧骨, 尖下巴, 皮肤很黑, 满头灰发, 他看上去有七八十岁了, 但实际上只有五十岁。 是什么让他如此过早的衰老呢? 老人的家在农村, 父母在他十来岁的时候死了, 家里穷没办法, 老人只好当兵混饭吃。 老人的一生经历了缅邦三次政治大动乱, 从军队接管政权到军阀, 贩毒武装, 政府军混战, 他见过了太多死亡。 他常常说, 人和兔子没有什么不同。 在政府军混了好些年, 他终于当上队长, 有了一些积蓄。 老人年轻时相貌端正, 娶得妻子也温柔贤惠。 他大摆宴席, 办了全村最隆重的一场婚礼。 当时每个人都说老人的妻子嫁得好, 他们婚后很快有了子嗣, 一连两个都是男孩。 于是他过上了 缅邦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然而, 现实很快碾碎了一切。 90年代, 迫于国际舆论压力, 金边坡开始大规模销毁英素, 转而种植经济作物。 可是大批农民不服从命令, 因为英素利润高, 他们不愿意转型。 政府军只能逐一上门协调, 来到老人所在的村子, 上级问他这边有哪些英素种植大户, 老人把军队领到了自己的朋友家里。 老人本打算帮助朋友配合政府工作, 但事情脱离了控制, 金边坡民风彪悍, 而且英素大户往往和一些地方势力有勾结。 所以这家人对军队态度很差, 尤其是这家的奶奶, 情绪异常激动, 逐渐出言不逊。 结果就是军队也失去了耐心, 直接开枪射杀了奶奶, 接着是其他家庭成员, 包括爷爷、爸爸、妈妈都遭到灭口, 只剩下一个吓呆了的小男孩。 军队长官见老人没有开枪, 担心事情败露, 于是拉老人下水, 让他来杀掉这个男孩。 老人别无选择, 把枪口塞进了男孩的嘴里, 然后开枪。 残酷的是, 这只是个开始。 老人身在军队, 那段时间配合上级命令 跟着杀了不少烟农, 贩农组织没了货源就展开了报复, 老人的家人终于被牵累。 一天晚上, 老人回到家, 发现妻子赤身裸体, 已经被奸杀在了血泊里。 一个儿子在尸体旁目光呆滞, 另一个小儿子趴在尸体上睡着了。 老人说, 他其实认识报复自己的人, 但没有说是谁。 此后老人有了脱离军队的心思, 但这边想退伍非常困难, 老人只有趁着外出任务, 把自己的右腿打瘸。 即便如此, 军队也没有放他走, 因为老人还可以开枪。 直到老人掏出一笔钱, 才把自己从军营里赎出来, 他得以领着两个儿子回到了乡下。 老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时, 情绪异常平静。 沈猩猩问他, 你为什么不生气? 老人说, 愤怒是需要力气的, 我已经老了。 沈猩猩像是想起了什么, 突然问他, 你不是还有两个孩子吗? 现在人去哪儿了? 老人说, 大儿子是19岁时在山里打猎, 被毒贩当成敌人误杀了, 小儿子则死于溺水。 他现在孤身一人, 常常坐在一把竹椅上, 在椅子下面放一把猎枪。 老人当了一辈子兵, 除了打仗和开枪, 别的什么也不会。 他曾经想去中国生活, 到过一次云南, 可是根本找不到工作, 最后迫于无奈, 只能回到金边坡。 他向往中国, 告诉沈猩猩, 中国人的眼睛里没有痛苦, 可是他留不下来。 停顿了一下, 他突然对沈猩猩说, 你已经变得有点像免邦人了。 这让沈猩猩也反问自己, 我真的变了吗? 答案是肯定的。 沈猩猩受利益的驱使 来到金边坡, 并且居然很快 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这里有毒贩, 有妓院, 有毒厂, 而他有枪, 有猜书做靠山, 还有大把的钱从手中过。 某种意义上, 他在境外已经体验到了 全世带来的快乐, 他的欲望也随之日渐放大了。 在书中, 他曾坦白地说, 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变得暴躁易怒, 会在书前以后猛踹老虎鸡, 会突然对行走在路上的 勉邦人拳脚相夹, 就因为对方和我对视了一眼, 甚至时常摸着口袋里的 黑心手枪, 想要听一听子弹 打在人身上的声音。 他也难以抵抗情欲, 很快就在当地出入红灯区, 甚至一度他产生了 如猜书那样 主宰尖鞭鞭铺的想法。 然而很快, 他就认识到了自己的幼稚。 他没有杀过人, 但身边不断有人死亡。 比如旅行社的中国导游, 因为参与贩毒, 欺骗毒贩, 结果遭到报复, 大剂量毒品直接注射进他的动脉, 几分钟人就一命呜呼了。 比如来缅邦之教的美国人贾斯汀, 只是单纯出于公益目的,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了解外面的世界, 就因破坏了当地贩毒武装的 同兵招募, 遭到暗杀沉入河底。 金边坡是一个人人自危的世界, 即便是猜书的左膀右臂, 也不知道哪天就大难临头。 在一次猜书组织的聚餐中, 沈猩猩曾亲眼目睹, 前一秒大家还有说有笑, 打打闹闹, 下一秒猜书就抽出匕首, 割断了他的手下淡脱的喉咙, 鲜血喷出, 把桌子上的碗筷都染红了, 沈猩猩吓懵了, 但其他人依然神色如常, 继续喝酒吃饭。 当天晚上, 沈猩猩一夜无眠, 但拓临死时睁大双眼的惨状 不断在他脑子里回放, 他终于意识到了 金边坡的麻木与恐惧。 他本以为在猜书的带领下, 自己已经足够坚强, 然而猜书回头地咧嘴一笑, 牙齿间却沾满了血迹。 沈猩猩已经来金边坡一年了, 如果单纯出于金钱的目的, 他现在已经存下几十万人民币, 这对二十岁的他来说, 无疑是一笔巨款, 他的内心开始萌生退役。 猜书分配的新任务, 则帮沈猩猩下了这个决心, 给毒贩送货一共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叫接水, 也就是沈猩猩过去一年负责的任务, 即把货从上游拉到中转站, 任务就算完成。 第二个环节更关键也更危险, 叫走山, 负责从中转站把货送到毒贩手里, 过去一直有一个叫索温的小伙子负责, 现在猜书找到沈猩猩, 表示要把索温负责的走山环节, 也让沈猩猩一并负责。 索温被毒贩杀掉了, 原因是他踩坏了毒贩儿子的玩具。 沈猩猩吓坏了, 央求财叔自己做不了这个, 但财叔根本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这让沈猩猩终于看清了问题的本质, 如果再不走, 他就是第二个索温。 趁着一次财叔醉酒的机会, 沈猩猩携带着银行卡, 以及一个详细记载了交易记录的笔记本, 从达邦一路狂奔, 靠着黑摩托, 时隔一年, 在2010年4月18日凌晨1点55分, 沈猩猩重新回到中国。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你想啊, 他去金边坡送货的经历 可不是自己投检利应聘的。 还记得我们开头的介绍吗? 沈猩猩原本是现代公司的, 他去金边坡是他的瘦黑老板四爷和霸子哥 介绍过去的, 结果他中途逃跑了, 财叔必定震怒, 四爷和霸子哥绝对不会饶过他。 左思又想, 像很多走投无路的混混一样, 他们平时都对警察避之唯恐不及, 但世道临头最相信的人只有警察。 2010年5月13日, 沈猩猩走进昆明市公安局, 他交出了笔记本, 并把自己所知道的, 所经历的一切, 包括四爷, 霸子哥, 财叔, 街水, 走山, 全都向警察交代出来。 经过警方反复询问, 对比细节之后, 沈猩猩被关进看守所, 三个月后, 沈猩猩被释放。 警官告诉他, 案子已经告破, 所谓四爷不只做边水生意, 而且还和金边坡的毒贩联合贩毒, 这条线被警方一网打尽了。 四爷被判死刑, 霸子哥被判无期, 其他马仔也根据情况被判了刑。 沈猩猩因为符合刑法第68条, 具有揭发和立功表现, 并且没有参与贩毒, 最终被免除刑法。 然后就有了这本书。 在最后的附录里, 沈猩猩告诉读者, 大概我想表达的东西, 就是告诉看过这本书的人, 尽量开心地活着。 毕竟这世界上的许多人, 连活着都很艰难。 而且当你走到生命的结尾, 别人回忆起你, 只有短短的几行字而已。 好, 编水往事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你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的简介里, 我们下期见。